人民给了某一位先生八年的时间 但是却让国民党全盘的下架 从中央到立法院到地方政府 搞成这副德性 想想看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吗 蓝白河 我要特别的提出来 什么叫做蓝 新党算不算蓝 群民党算不算蓝 你有看到 那一个带领中国国民党 要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遗训 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的 那一个大哥 由于开阔的心胸 来真正整合让全台湾的乡亲 重新让孙中山先生的遗训 那就是建设的首要在民生 让台湾人的生活能够继续的 来展现出来三民主义是确实让台湾在过去七十年 创造今天的亚洲奇迹 但是连南军都不能够好好的整合起来 谈何容易才要跟其他的政党来整合 因此今天说人民给了某一位先生八年的时间 但是却让国民党全盘的下架 从中央到立法院 到地方政府 搞成这副德性 想想看 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吗 天大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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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啦 天大地大 人民最大 从政的大者更要为国为民 你说对不对啊 对 国人都只为自己啊 为国为民 是为中华民国对不对啊 对 为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对不对 对 不是只为国民党为民进党对不对啊 对 所以大家要想着 不是为政党 是为我们自己对不对 对 为我们的侄子孙村 找出活武好不好 好 加油 热発 我们看下定 Itu 还是为何快观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